自我按照目前为止 人类科学仍然解不开的一个谜 自我按照对生命产生那种 非常强大的作用 你只要联系不断的重处 真的就会在生命中出现 实际的功能现象 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些老大哥老大姐 过七十的晚 他们莫名其妙的都会说自己老年时代 绝不是一两个的事 他们反正是跟我关系好的 或者说我们能够说话的 坐在一块说这些事的时候 我都会很不礼貌的断刃的给他打断 我会说大哥 我说你没权利说这个话 我说这是你这么多年说的最反重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我说第一老年时代怎么断定 你是专家吗 不是吧 那不是你说这种话 有啥预计 这不是胡说吗 你说老年时代跟你身边的亲人朋友 有什么美感吗 一定点美感没有 你不仅害自己 还在害别人 一旦不断的重复这些话 你会给自己的生命一种极强的自我暗示 当我们不断重复某些话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会变成我们生命中的硬件 也就是那个软件已经硬到什么程度 硬到跟你的皮肉相切的一起 你已经无法剥离 你看看深入骨子人家怎么剥离 跟你的硬件完全融为了一体 比如说人活的年龄越大 一些个鸡毛蒜皮的没用的事 越不会去再刻意的记忆它 跟你当初一张白纸的时候 鸡毛蒜皮的在上面看的都很清楚一样 因为那时候你是一张白纸 长了几十年在上面画了那么多 画了那么多 你觉得你需要记住所有的吗 不需要 这正是你的大脑的功能 那些没用的东西就已经 这个记忆的痕迹越来越淡了 这怎么会跟大脑吃的连着一块呢 但是关键是人的生命来讲的话 特别容易接受自己重复的自我暗示 因为自我暗示也是到目前为止 人类科学仍然解不开的一个谜 就自我暗示对生命产生了 那种非常强大的作用 你只要连续不断的重复 真的就会在生命中出现 实际的功能现象 人到那个份上 想修行改命难度就有点大 所以我们过去有很多 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甚至说出来你自己都会觉得是错的 我们要反对的东西 但是我们已经重复了无数遍了 所以修行还是要抓紧 因为一旦跟你的生命融为一体的话 你张嘴就说张嘴就说